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今年在北京过冬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这是他来北京那么多年以来 觉得最冷的一次 可是这样的温度 会对我们的身体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它会对我们身体的一个 特别重要的脏腑 造成很严重的打击 勇志你是不是差不多可以了 弄那么多小太阳是做什么 你刚刚不讲了吗 咱们今天这期节目 就跟暖气有关 看我给你弄这么多暖气 是不是就暖起来了 这期节目确实跟暖气有关 但这个暖不是形容词 是动词什么意思 我们说的是这个冬天 因为外界环境太冷了 会影响到我们体内 五脏六腑有一个脏腑之气 而那个气不能太冷 所以我们要让它暖起来 不然身体会出大问题 我知道了 是冬季嘛 肯定是心血管病的高发剂 我们都知道冬季 心血管病人是非常难受的 什么高血压 心脏病 什么心慌心剂都有可能发生 你说的太对了 不愧是在我们养生堂 工作了很多年的同事 但是我们今天讲的 真的不是心脏的问题 我们来看大屏幕好了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 某种病在人群当中的发病率 高达80% 而该病以冬季的发病率最高 占全年的一半或者以上 而同时呢 我国某种肿瘤的发病率 在逐年攀升 根据医学统计 显示每年新增 40万这种肿瘤的患者 占世界这种肿瘤发病人数的42% 所以问题来了 心脏会得肿瘤吗 心脏是不会得肿瘤的呀 那还有哪个脏腑 更有可能受到牵连呢 是呢 让我们掌声欢迎 今天做客养生堂的专家 帮助我们揭晓答案 让我们欢迎来自 北京中医药大学 东方医院肿瘤科的主任 李全旺教授 以及同样来自 北京中医药大学 东方医院肿瘤科的 孙涛教授 欢迎两位老师 看你的小太阳的挺机 再看看 李主任和孙主任带来的 这是一个暖炉啊 感声堂推荐健康产品 鲁华高油酸花生油 油酸含量75%以上 高油酸让您吃出健康来 油酸多多健康多多 鲁华高油酸煮长寿多多 两位老师 确实会让我们暖起来 巨大哥 我觉得您带来这个暖炉啊 特别好 这是432斤的暖炉 这个432是一个数字密码吗 还是它代表的是不同的治疗手段 这首先说到刚才说的暖气的气 我们中医啊 这个气啊 是指的是构成和维持我们生命活动 最精华的物质 它包括了几种功能 比如说防御的功能 推动的功能 还有温暖温序的功能 其实我们五脏里面 它各有各的气 这里边都承担着它各自的这种功能 冬季是寒邪当令的这个气管 如果这个寒气对我们这个脏腑造成了影响 就会形成寒凝气质的这种情况 这个寒凝气质可以使我们的脏腑产生重要的一个影响 我们在临床上碰到的当然最多的就是肿瘤科的患者 也就是肿瘤的患者 那这个方法是可以帮助肿瘤的患者 还是普通人帮助我们暖气 我们用的这个方法其实是适合所有的人群 不管是肿瘤科的患者也好 还是我们普通人群也好 我们在这个严寒的季节 或是在这个我们的脏腑出现了这种寒性的这种情况 我们就想用这个暖的方法 让我们的气暖起来 所以我们就说的要暖气 暖气 所以不仅仅是让脏腑不得病 甚至可以预防恶性肿瘤的发生 我感觉这个四三二特别像一个高手的大招 我们来看看好了是不是大招 四 四姜 我们再来看看三 三香 还有二 看看什么 二对药 两个对药 到底我们今天讲了半天了 又寒凉之气又四三二 跟哪个脏腑有关系 跟哪个脏腑有关呢 我们先留个悬念 我们先打通一个真实的患者的电话 那个患者也是从东方医院来的 所以我们先打通这位颜先生的电话 来看看他的问题出现在哪 好的 好吗 喂 你好 喂 你好 颜先生吗 你好 您好 我们现在在养生堂的录制现场 我是主持人刘靖 想跟您聊一聊您的这个患病的过程 因为导演告诉我 您本人特别的年轻才43岁 但是在大家的意料之外 出现了一些身体上的小样 能不能说说这个经过 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可以可以 去年 去年就感觉胃有点不太舒服 就是偶尔有点疼痛 就是胃 胃疼啊 对 胃有点疼痛 然后过了段时间 一会儿就没事了 是阵痛那种 就没太在意 过完年以后呢 就疼了就比较厉害 就持续地疼 就不吃饭也疼 吃饭也疼 然后过了日式在三月份吧 二三年的三月份 我就去做了个肠胃镜 做完肠胃镜以后 然后正好胃里有那个溃疡 还有那个膝肉 就切了一个膝肉下来 做了个病理 做完病理以后 我就发现的是一个胃腺癌 然后确诊了以后 我就赶快接受治疗嘛 又做了一个手术 做了一个胃切除 切了一个有一半吧 出院以后第二天 就胃特别特别疼 胀疼 疼的我就是扇子站不下来 就腰都直不起来 就赶快又去了医院 做了一个核磁 然后发现就是胃不蠕动了 就是那个食物就下不去 全在胃里堆积着 所以到了咱们这个 黎瑞那个科里 开始这个治疗 到咱们黎瑞科以后 就做用药 还有一个就是外治 包括针灸 一些高膜的手法 手法 他们那个热疗 热疗非常非常好 做完以后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热疗啊 对 感觉就是浑身很暖 而且胃也特别舒服 然后有一次做完那个造影 就胃又蠕动了 现在都好了吧一切 现在都非常好了 长了几斤就好 真好 希望您恢复得越来越好 谢谢杨大哥 我们也给您准备了一份小礼物 我们的导演会 拜托我们的工作人员 递到您的府上 请您记得查收 谢谢杨大哥 再见 好了 谢谢您 再见 杨生堂推荐健康产品 鲁花给您送健康了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油酸含量75%以上 高油酸让您吃出健康来 油酸多多健康多多 鲁花高油酸煮长寿多多 祝您越吃越年轻 这个严先生 我的那个印象非常的深刻 首先是他比较年轻 因为才43岁 第二个呢 他的特点是在体检的时候 就发现了胃癌 然后做了手术 手术还是很顺利的 但是到后来就出现了 这个胃胎的情况 那么出现了胃胎 很典型的一个症状 心里也特别的焦虑 所以他恢复的是比较慢的 那么在整个的这个治疗的过程中 我们几乎把我们的方法 几乎都用了 艾九的方法 针灸的方法 高膜的方法 同时也应用了 我们刚才所说的身部热疗 热疗 因为我听说 这是咱们东方医院 肿瘤科的一个新的技术 那艾九是不是也算热疗的一种 就是用热的方式来治疗身体 艾九是一个传统的热疗的方法 刚才这个严先生指的这个热疗呢 是我们一个比较新的这种设备 类似于核磁和CT的机器 可以看到吧 那么这个设备呢 用这个微波使这个身体里边的 圈子振动起来 通过这个振动 可以产生这个热量 所以它的靶向性非常强 我可以直接到这个脾胃的位置 或者是肝脏的位置 就是你哪个地方非常的寒冷 非常的疼痛 那么它就可以直接到那个位置去 所以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我们先研究四江 我们请永志帮助我们还原一下 真实的那个胃部不适的感觉 那您得陪我到我们的小屋去一趟 咱们一起来演一下 走 永志 你咋啦 静姐 我今天我不能陪你主持了 我突然 我觉得我不知道 我就是这个地方 我特别难受 你这么鼓鼓囊囊的 这个部位难受啊 吃撑了吧 不是吃撑了 它也不是说像您说的那么难受 它是有点微微的 微微的 它微微的疼 疼 我按啊 这个地方 容易揉好一点吗 按完了感觉舒服一些 来个这水袋 揉这屋子 别说啊 它这个一暖上以后 送温暖啊 就感觉这个地方 力把就好了 是吧 暖带 往这上面一敷 马上就好了 那要让人吃冰棒呢 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呀 就是刚才您按我那下很重要 刚才这么一按 就是越按感觉越舒服 越按越逮劲 大家明白吗 所以刚才永志给大家扮演的是 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一种 含 胃部的很直观的感受 我们来看大屏幕 给大家总结一下 请问 您有以下的症状吗 晚腹绵绵 就是缠绵 隐隐的这种冷痛 疼痛洗暗 如果暗一暗会舒服一点 得温暖和了 疼痛感就减 但如果着凉了 比如说这个时候又有冷气 正好吹着小肚子这儿 疼痛就加剧 胃寒怕冷 神皮乏力 气短懒言 大便糖薄 来问我们现场的观众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就阿姨就在点头呢 说说您的症状好不好 就是一吃点凉的呀 就胃着 就特别的凉 肚子很胀很胀的 吃完东西以后 什么样的叫做凉的 常温的 还是冰箱拿出来的 冰箱拿出来的不敢吃 那个常温的就觉得是凉的了 连常温的都不行 对 就是稍微加热一下才可以 那这位阿姨说的症状 跟我们大屏幕上的症状很相似 那当然了 我这是初步的问诊 具体的情况 我建议您去永志那儿 我们欢迎阿姨来到舞台上 好 阿姨 欢迎您来到我们暖气小屋 刚才我这个演绎 其实刚才也透露了一些 是跟四姜有关系 您在家里做饭吧 也做 也做饭 那肯定离不开姜嘛 对 菜要香必须有姜啊 待会就用一种姜 就一种姜 就咱们吃菜的那种姜 就是那种生姜 对 是吧 生姜只是一种 另外三种姜 给您看看啊 这几种姜 看您熟悉不熟悉 这个是我常用的 对常用的这生姜 对 来看看这个 这个就是干的了 就把这姜放的干了 就是它 干姜您用过吗 很少用 很少用啊 那您听说过这干姜怎么用 听说过 就是去含的吧 嗯嗯嗯 其实好多那个开的药方里 可能都会用它 来 咱们看看这三种 哦 这个就很少看见了 这个是吧 没用过 这您拿起来您看看 您闻一闻 嗯 姜味更浓 姜味更浓 嗯 您知道它叫什么吗 是姜吗 肯定是姜 因为咱们这个四姜里面都是姜 那就不知道叫什么了 不知道什么 反正是什么什么姜 嗯 是吧 好 来您来看看 这个您认识不认识 这个不认识啊 这个您拿起来 看不出来了 这个好像连姜的样子 都不太一样了是吧 对啊 嗯 闻着好像有点木头的味 有点 没有这个姜味浓 没有这个姜味浓 但是有姜味吗 也有一点 也有一点姜味 对 您刚才也跟这个主持人沟通了 您也结合着自己的症状 跟我们分析分析 您觉得 因为我知道啊 这个寒分虚分食 您猜猜 您的这种胃痛 或者是您这种 怕冷的这种习惯 是属于哪种寒 是不是食啊 是 我觉得是 尤其是吃完凉的不舒服 您看这四种啊 有的特别熟悉 有的好像见过 有的吧 像 有的根本就不像 但是味儿差不多 到底这四种姜都叫什么 阿姨刚才分析自己啊 可能是食寒 这到底对不对呢 咱一会儿问问专家 行 谢谢 谢谢林参与 好的 谢谢 掌声送给这位阿姨 谢谢 我回来咯 把姜也都带回来 这四种姜 有熟悉的 有看着陌生 有感觉很奇怪的 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一会儿来揭晓答案好了 我们先得跟李主任和孙主任 我们先求证一下 说阿姨是那种 她说的食寒吗 它这个其实是脾胃的虚寒 是虚寒 但是阿姨觉得 实实在在的疼的感觉 实实在在的疼 对 我们怎么来理解 这个食和虚 因为它的这个特点 刚才她已经提到了 就是吃了一点凉东西 就感觉疼痛加重 同时呢 它是隐隐地作痛 而且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按的时候会轻松一点 舒服一点 然后得温则减 就是温暖了以后会更舒服 还有一些半发症 总的来讲 它这是一个脾胃虚寒的状态 脾胃虚寒 它并不是一个受到外邪 非常严重的这种倾息 有可能就是本身是一个 体质的一个原因 就是一个阳虚的这种体质 所以在这个比较寒冷的这种天气的 这种状态之下 我们一定要避免这个外界的这个寒邪 影响到我们的脾胃 加重原来的症状 我们老年的人群呢 本身这个阳气就比较虚了 假如到这个冬季这个季节 那么寒邪影响我们的脾胃 那么阳气就会更虚 那么引起这种虚寒的状态就更多 另外一个比较多见的人群 就是我们虽然是一些年轻的 或是这个正当年的这个人群 但是呢 他的生活习惯不好 比如说不吃早餐 暴饮暴食 挑食 偏食 这些情况 其实都可以影响到我们脾胃的阳气 吃了一点凉东西以后 感觉到隐隐地作痛 这其实就是一个脾胃虚寒的一个 非常典型的一个特点 就是隐痛 同时呢 洗温洗暗 暗了以后 暗一下 它会更舒服一些 所以如果是脾胃有食寒呢 食寒的症状和脾胃虚寒就完全不一样了 完全不一样 它的特点和伴随症都不一样 我们的用药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必须辨明是虚还是食 我们才知道如何的用药 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调理 所以我们先记住这个虚寒的症状 如果电视机前呢 您可以遇到过这样的困扰 千万要记得此时此刻 我们的专家正在我们 金氏健康进行同步的直播 大家可以拿出手机 扫摸摸摇屏幕上的二维码 点击添加通讯录 就会有我们的养生辅导员 知道您下载 金氏健康的APP并且安装 然后呢 您就可以进入我们 养生堂的直播间了 同时还有我们的节目笔记呀 节目回放等福利 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 我们来找找答案吧 刚才那位阿姨 其实至少说对了一个嘛 生姜肯定是对的 生姜谁不认识啊 对 干姜 干了的生姜 也对呀 但是比较难的就是这两个 看上去很相似 一个像是圆体 一个像是切片 两位主人帮助大家分析一下吧 到底哪个是哪个 这个生姜大家都认识了 因为很多做饭的朋友都用它 那么这个干姜 就是把我们这个生姜 或者是晒干或者是被干以后 就是我们的干姜 这个是泡姜 泡姜 泡姜是经过这个 经过一个热沙土 给它炒制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它的皮肤 已经变成了这个棕褐色 这个棕褐色和这个干姜 你看完全不一样 它味道很好闻 对 它没有那么的辛辣 但是它是那种温温的 闻着就都挺很舒服的 所以它也是生姜的一种 是一种特别的炮制方法以后的酱 那高粱酱呢 高粱酱是跟它是一个远房亲戚了 它也是酱的一种 也是一种新温的药物 但是它的偏性更强 所以一般来讲 在我们临床上 不是能够长期的使用 在古代的文献里边 我们把这三种姜列为上品 可以长期地使用 但这个 这个列为中品 一段时间可以使用 逐一地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四个姜 怎么选择 第一个就是这个生姜 这是咱们厨房里最常见的一个 也是我们中药里面 常用的一味中药 那么它的一个 这个温味散寒的作用 是最好的 那么大家都知道说 用这感冒了 回去赶点七碗姜糖水 它有一个发表 这个散寒的这个作用 生姜还有两个 特别好的一个作用 一个呢 生姜被古人认为 是这个指欧的圣药 就是指呕吐的 特别是指这个呕吐弹咸 这种清水的这种 寒的这种呕吐 还有一个呢 在临床上 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用途呢 就是我们大概中老年朋友 吃中药的比较多 调脾味的对吧 那么在吃中药的时候呢 可能多多少少这个中药 会有一点味道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建议大家 如果就是觉得 这个中药有一些味道 我们可以用这个生姜 榨成这个鲜姜汁 或者在那个超市里 也可以买到这个鲜姜汁 然后在这个中药之中呢 加上三到五滴 就可以去除这个中药的 这个这种味道 而且呢还能起到一个 保护胃黏膜的这个作用 生姜还有一个特别好的用处呢 就是我们都知道 刚才李志远谈到 这病人不能吃的时候 可能要用一些外用的这个药 对吧 外贴的这个药 但在外贴的时候呢 有的人的皮肤呢 它就会贴完了以后 有些发红发痒 对吧 过敏 那么在这个中药外敷的时候呢 你把这个生姜去掉皮之后呢 在你要敷的这个位置上呢 稍微地擦拭五到十次 起到一个开凑理 还有一个防过敏的这个作用 那我们看第二个干姜 对吧 那干姜呢 是经过生姜炮制之后了 它的散寒作用没有生姜那么强 但是呢 它温理的作用加强了 对吧 那么在对于这种 这个刚才说了 比如虚寒的这种 这种腹泻呀 在临床上 我们是经常用的 口服和外用 也都用到这个 都用到干姜 就是说在使用干姜的时候 它除了这个温理作用 加强了之后呢 它这个温味散寒的作用更强了 那么它临床上呢 多跟这个乌猪鱼 治疗这个胃酸的 这么一个很好的 这么一个搭配 那我们看到泡姜 刚才李主任也谈到了 它经过泡制之后 颜色也是变了 是吧 那它这个温理的作用更强了 我们看到这个生姜 干姜 泡姜 就像一个三兄弟一样 一个比一个强了 对吧 但是它散寒的力量是弱